最近印度富豪嫁女儿的事情上了热搜 堪称现实版的摘金奇缘 这位叫做穆克什的印度首富 早在今年1月的时候就靠着垄断 印度的石化行业和在印度通讯行业的开疆拓土 凭借443亿美元的身价 超过马云问鼎亚洲首富 和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前19名 说起他的经历也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印度商界传奇 作为一个并非白手起家的富二代 他从小就在商界耳濡目染 他的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就一手创办了 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信城工业集团 而他则是早在16岁就帮助父亲打理生意 并拥有了自己的超大办公室 后面又去斯坦福商学院镀金 对印度的商业环境有着非常独到 和深刻的了解 最终在2002年继承了父亲留下的 155亿遗产的一部分 并创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行业覆盖石油石化4G通讯 新娘的娘家都这么猛了 新郎的家庭背景也自然不简单 新郎的父亲同样是印度首屈一指的商界大亨 一个拥有42亿美元的印度超级富豪 而新郎本人也是哈佛商学院硕士 毕业之后创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房企 并获得高盛入股 可以说也是顶配的商业精英了 而新娘呢 花瓶 商业婚姻的牺牲品 可惜27岁安巴尼作为印度首屈一指的富豪之女 耶鲁大学学霸斯坦福大学NBA已经开始接手家族生意 而要说穆克什这次结婚的排场有多大 光是订婚就搞了两个场 第一场今年5月在印度举办 整个仪式花了足足三天 而9月份的时候 这对新人又来到了意大利科莫湖又来了一次 这地方可是全球知名的富豪村 但是穆克什为女儿伴的依旧能算得上排场十足 除了完全不输给奥运会的烟花秀和邀请传奇嘉宾现场表演之外 穆克什更是海运了一头大象来正场 据统计光是订婚就花了三亿人民币 而结婚肯定是比订婚更猛了 选在了印度乌代布尔市的奥拜瑞乌代维拉斯酒店举办婚礼 这个超豪华的酒店 曾被美国旅游杂志Travel加Leisure评为全球十大最佳酒店之首 除此之外 由于新娘喜欢碧昂斯 穆克什还砸了1.3亿 为女儿请来了偶像现场演唱 此事一出立刻上了新闻头条 而婚礼到场的共有超过5000名嘉宾 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 赫芬顿邮报创始人赫芬顿 还有近乎整个印度宝莱坞的影星 为了照顾好这些嘉宾 新郎和新娘的家族更是准备多架包机和1000多辆顶级豪车负责接送 根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的报道 这场婚礼一共花了一亿多美元 也就是说七亿多人民币 天啊 这可以说也算是奢侈婚礼之罪了 小编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金钱的力量 其实这样的奢侈婚礼和富豪的身份放在一起 其实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没有谁的钱是大风刮来了 靠自己的努力挣了钱 在这样的儿女的人生大事上 花钱也挺正常的 而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婚姻的故事发生在印度 以为欧美网友留下了这样一个评论 在印度这样一个贫困率如此高的国家 办这种婚礼不会感到羞愧吗 似乎在婚礼上说这些有些不合时宜 但是当绕过这些穷奢极欲的表现 你便会会深刻的感觉到猪门酒肉臭 路有动词骨的悲哀 因为这里是一个极度不公平的社会 如果说美国是中产天堂 而加拿大拥有最好的福利社会的话 那么印度就是一个围绕着富人打转的国家 其实按理来说 印度的纸面福利并不差 它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奉行免费医疗的国家 但是如果调查你就会发现 印度在公共卫生领域国家层面的投入 仅仅只有24亿美元 而印度如今的人口已经非常接近我们 甚至大有赶超的价值 200116的数据就已经接近13亿7000万人 把24亿美元平摊下来 每个人尚且不足2美元 这就导致了印度的公立医疗非常差 知乎上一个印度的手术台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印度却拥有全球最好的私立医院系统 无论是药物供应 医生医疗设备都在全球首屈一指 而私立医院的治愈率也远远指中国之上 最直接的对比就是 一个私立医院一台一气价值的十分之一 就足以买下一道两所的公立医院 而私立医院的价格却只有前5%的印度人消费得起 而印度的问题不仅如此 它最大的问题不是由于有数量庞大的穷人 而是富裕阶级从社会层面彻底的扼杀了其他人上升的渠道 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国家 穷与富分布的如此明显 只有天堂和地狱唯独缺乏了人间 在孟买 木克时家有这样一栋27层豪宅 赤资67亿 全球最贵 而为了打理这栋 即使主人由于风水不好 不再居住的豪宅 依旧有600名雍工 随时待命并日常维护 这座穷奢的现代宫殿 而同样在孟买 或许几个街区之隔 就有一个贫民窟 住在一群守陀罗 不知道各位知道 印度的种姓制度吗 这本来是在印度 从英国殖民地独立之后 已经废除的制度 但是却依旧如同烙印一般 深深地根植在了印度这个国家里面 种姓制度分为婆罗门 沙地利 废舍和守陀罗 应该说进入现代文明社会 婆罗门已经没有过往的 那么强大的权力 只有在一些乡村地区 婆罗门阶级依旧可以借助声望 扮演着宗教领袖的角色 接受别人的经济供养 阿米尔汉的 我的个神啊 中拆散加古和男友的 塔帕斯维大师就是其中之一 整体来说 上两层的阶级分化 已经不那么明显了 但是如果把视线往下看 看到废舍和守陀罗 你会感觉到一种压抑 社会层面的压抑 这些压抑源自 对废舍阶级和守陀罗阶级的限制 也是纳聚九亿牲口 一亿人的源头 有些有足够知识和能力的守陀罗们 他们应该会很羡慕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对现状不满的时候 他们有权利选择移民 选择离开这个国家 至少中国人有移民的权利 而守陀罗们几乎没有 他们中即使有的人 已经成为了教授这样 体面光鲜的职业 但是依旧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歧视 他们喝过的水 可能会被直接倒掉 他们坐过的椅子 甚至可能会被要求消毒 而他们大多也被要求 不能走出国门 而这还不算什么 因为在四大种姓之外 还有更低贱的达利特人 在阿米尔汉主持的电视节目 真相访谈中 就登场过这样一个女教授 出生在达利特阶级的她 即使去买酸奶 都会被店主倒在身上 因为坏掉的酸奶 会引发恶臭招来苍蝇 而达利特只配穿充满了恶臭 并爬满苍蝇的衣服 而即使歧视如此严重 像女教授这样 找到体面工作的达利特 也几乎没有 大部分的达利特 都在印度从事极其低廉的工作 比如说下水道清理工 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清扫下水道而已 而是面对下水道里的垃圾山 这些垃圾堆和污水 以及卫生物形成了极其难清理的脂肪块 此前伦敦也发现勒类似的情况 但是由于伦敦本身的卫生情况 我们有理由相信 虽然伦敦的那个已经达到了夸张的228米 甚至媒体都给出了最大的标题 但是其实横向对比 两国的卫生情况的背景下 恒河飘逝的印度下水道的情况 一定更加严重 感谢观看